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电子烟 加烟烟 热潮直卷全球 无味无臭 还有人觉得方便有型 于是很多年轻人都专食 有市场调查说全球销量已达到35亿美金 我们就访问了香港浸会大学环境科学研究所 他们的研究团队就在市面买了 13款常见的电子烟做化验 得出以上不到的结果 我们邀请负责带领研究的钟珊珊博士 为我们拆解真相 如果跟传统香烟相比 在某些有害物质 电子烟普遍是低一点的 但另外有一些有害物质 尤其是在致癌物质像甲醛 电子烟比传统香烟高很多 比传统香烟 传统烟一定有多环方香听 一个很强的供应致癌物质 在电子烟的确普遍低很多 但反过来我们同时发现 有一些有毒有害物质 是电子烟才有 和更加高的甲醛 普通传统香烟是很低的 但电子烟高至 以我们发现的13种电子烟之中 任何一种 就算拿到最低的一种 就是每一天吸两秒钟 都已经差不多是上限 国际癌症研究机构 已经确认甲醛为第一类人类致癌物 美国环保局制定的甲醛 每日安全口服制量 每一公斤体重为0.2毫克 一个成年人60公斤体重 每日只要吸大约两秒时间的电子烟 就已经超标了 因为其实甲醛没有想过 在电子烟会发生 甲醛不是在家具上才会有的 对, 家具上是很普遍应用的 那电子烟为什么会有甲醛呢 就是最初没什么 吃到传统烟的人喜欢吃的 因为没有那种吞云吐霧的感觉 于是他们就加了一些化学物质 就令到连电子烟吸出来 都有一种好像毛化 你看到一些白烟的感觉 就像吸烟 加了化学物质之后 竟然令到电子烟的烟霧 里面多了甲醛 甲醛是一个世界上 都已经供应的致癌物质 造成鼻咽癌 它在电子烟的烟霧里面 是相当高的 另外, 很多人都以为 电子烟霧尼古丁会更健康 在我们的测试之中 就是所有这13个 就算它是零尼古丁 其实也有尼古丁 尼古丁会刺激大脑分泌多霸恶 一样会令人上瘾 我们早前访问了一个艺人 李丽霞, 黑妹姐 她之前吃了差不多30年的传统烟 吃了电子烟差不多年半左右 就发觉她自己肺癌 她就怀疑会不会是电子烟 我虽然觉得电子烟会增加癌病的机会 但我不能说她年多的电子烟 对她的祸害 比以前30年的传统烟 一般如果暴露于脂炎物质的时间 越长, 越大机会有硬病 所以她30年的传统向烟 应该是构成她现在有肺癌的最主要原因 但并不是年龄左右的电子烟 真相大白了 肺癌元兇其实是传统烟 而浸大钟博士的研究也发现 传统烟产生最多的是多环芳香氢 这种物质已经证实了和肺癌有直接关系 而电子烟释出的多环芳香氢相对较少 最多的反而是甲醛 而甲醛又和另一种癌症 鼻烟癌的关系更加直接 虽然如此, 两位专家都提醒大家 千万不要轻舌电子烟的祸害 部分电子烟是接近无色无味 可能你纯粹在巴士站旁边等车 旁边的烟, 你都不会避开 变相, 你就可能会吸得更多 这些电子烟受烟 从整个社会的角度来看 其实可能的祸害是更加大的